我現在在 Sony 銅鑼灣的 Showroom 過去二月份都比較靜 一般來說比較少生產品推出 但今天我們上來做甚麼呢? 借這款新的藍牙耳機為大家試試 藍牙耳機是 WF-H800 我手上的耳機 有甚麼特別呢? 我自己在去年在德國的 EVA 展覽會 其實已經看見過照片 當時是連同 A105 的 Wattman 一同推出的 有甚麼特別呢? 當時推出的是一個配套是同顏色的設計 同顏色的設計除了真無線的耳機 H88 之外 其實是有耳罩式的無線耳機 又或者是掛頸式的無線耳機 都可以選擇配套同顏色的 即是說一款 Wattman 有三個不同系列 但同顏色的耳機給你配對 所以這次 H88 的真無線耳機 我沒有記錯是第二款來到香港 而是配對到 A105 不同顏色的 Wattman 耳機 這款 H88 最主要是整個硬件的規格 跟之前 1000XM3 無線耳機差不多 唯一最大的分別是 H88 失去降噪功能 但其他的功能完全一樣 包括耳機本身的驅動裝置 都是一個 6mm 的驅動 這部分完全一樣 是純粹失去降噪功能 當然價錢上也會便宜一點 可能有些觀眾或者有些用家都有些意見 在現在的階段 現在這個新產品 價錢也沒有那麼快跟得那麼貼 可能在市面上會出現 差不多價錢 甚至乎同價 你會買到一個有降噪功能 又或者是一個玩顏色 玩設計的功能的耳機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我是配A105 即配合一套買 仍然有一個頗好的選擇 但如果我不是一起買 我純粹只是買耳機 似乎價差未必吸引到我去追顏顏色 所以不是吸引力那麼足夠 但如果撇除了這個價錢的定位來說 這個 H88 也有少許可趣的地方 因為它的耳機這次是做得比較細小 例如我們把1000XM3提供 大家可以拿回Coseup去看看 這個尺寸都會有些分別的 例如我戴上耳朵時 它會比較貼一些 所以不會像1000XM3 整顆凸出來 比較容易戴一些 而且現在很多時我們外出 都要戴口罩 很多時戴口罩或脫口罩 有時很順手 不記得脫下耳機 就這樣戴口罩或脫口罩 就很容易 如果1000XM3 可能對女生來說戴口罩 可能是相對比較大顆一些 比較難戴一些 但這個會比較貼易一些 戴得容易一些 而且它的顏色都會比較多選擇 例如這些是粉紅色 它有粉紅色 內裏是雕透的 可以配搭 有灰色的中間位置 我個人比較喜歡藍色 以及墨綠色的設計 為甚麼呢 因為這兩隻電磁殼 是有少許磨砂的質感 又比較特別一些 而它裏面的雕透 雖然我個人會喜歡綠色的外觀 但這個雕透裏面 就是一個少許的珊瑚粉紅色 可能比較女生一點 但這個藍色是淺藍 比較中性或男性 這兩個顏色會比較特別一些 如果你想配合顏色 這兩個都可以的 至於你說聲音方面怎樣 我們也有用它來比較過 WF-88的聲音 跟這個1000SM3 雖然是同一個6mm drive 但因為沒有了隔音 它沒有了隔音之後 整個高低音層次出來的表現 你可以說它沒有那麼假 但其實它很多時候會受制了一些環境噪音的影響 1000SM3的時候開了鋼槽 如果我開到最盡的話 你會很安靜 但是低音或高音其實是很近異的 因為你沒有了環境噪音的影響 如果你用H-88的感覺 那感覺是因為有環境噪音 其實就沒有那麼近異 可能相對來說 我會開到大聲多一點 或者整個高低層次會有聲微的變化 所以就不可能純粹沒有了鋼槽的影響 而是因為沒有了鋼槽 整個聲音的圖案都會有一點點分別 你說它能否保持到 其實那個中高音我覺得是可以保持到的 但聽起來因為你沒有了鋼槽 那個低音就不會那麼貼耳 你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去推高一點點 這樣去用 其他功能 譬如Google Assistant 或者我們聽Title的時候 然後有Auto360 那些功能都完全有在這裏 這方面大家亦都可以很放心去用